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例外讲自由能跟化学反应之间的观点性 所以不管是世界上的物理变化或是化学变化 都跟G有關係 都跟自由能的變化有關係 那以化學變化來講的話 我們提到這個式子 ΔG等於ΔG0加上RTLNQ 然後從這邊其實一個 以前有學過熱撒特列原理 對不對 熱撒特列原理教我們怎麼去判斷能力 當你加了一個變因之後 這個反應要往哪一邊走 往左往右還是不動 那它其實背後就是這個 熱力學跟ΔG有關係 那因為ΔG0指的是在平衡的時候 然後 這個 QRTLNK 所以從這邊的話 我們衍生出來 就是它的G是等於什麼 QRTLNQ 或者是把它簡化一下的話 變成這個 QQK 那從這邊你去判斷 當Q大於K的時候 Q等於K的時候 還有Q小於K的時候 它的ΔG 對大小 然後它就決定了這個反應它的方向 它是哪一個方向是自發 哪一個方向 反方向是自發 都是從這邊來的 好 所以如果是對一個氣態的體系的話 其實這個告訴我們的 就是自由能 它對推學不一樣的時候 它的dependence 那我們上禮拜也有遇到了 就是我們要來看一下ΔG 在不同的溫度的時候 它的dependence 怎麼看 以前學到那個平衡常數 它會不會隨著溫度改變 平衡常數會不會因為濃度改變 不會 不會 會不會隨著溫度改變 會 那隨著溫度變是怎麼變的 看情況嘛 但是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的話 溫度越高的時候 可以是傾向越大 但是不是絕對的 要看那個體系嘛 但是大是大多少 蛤 看情況 那我們今天來講 它怎麼隨著溫度 K值怎麼隨著溫度改變 那當然 一定是跟free energy有關 所以才會現在跟你們講 我們現在學到這個吧 對不對 G0等於負RT跟K 這個沒有人有意義 沒有 好 那這件事情呢 有沒有意義 沒有 好 所以都同意 好 那所以這兩個式子 基本上A等於B A等於C 所以B等於C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會相等 好 很好 好 所以你把它連立起來 就變成等於這個式子 好 然後呢 這樣子不太好看 我把負RT移到右邊去 好 好 負RT 或者說左右兩邊同除以負RT 好 好 是變成這樣子 左邊除以負RT 那個 右邊的話也是 這兩個項分別都除以負RT 這個式子的樣子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熟 眼熟 你覺得它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式 蛤 看起來應該是 如果說 現在什麼 哪一個式子是變數 哪一個 變 哪一個Variable是變 是變數 T 對不對 T是變數嘛 也就是說你這邊你把它 分開好了 你把這裡 如果變成這樣子 一樣的只是不一樣的寫法 也就是說這個看起來 有沒有像是一個線性的表示方法 有齁 如果你把它看成這個Y等於MX加A的話 這個是變數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X 這個是X 那麼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線性的圖 如果現在橫軸是T分之1 然後Y軸是K 然後Y軸是K 的話 它會是一個線性 那線性斜律是要 往上還是往下 這樣走還是這樣走 你怎麼知道 確定嗎 但是Delta H也可能是正的啊 也可能是負的啊 那就看情況 如果說它現在斜律是一個正的的話 表示Delta H是負的 負負才會得正嘛 好 所以斜律是負Delta H0除以R 那麼擷具是Delta S0除以R 這個是Intercept Intercept就是擷具 是Delta H0除以R 那當然你也可以 畫另外一個情況 如果現在Delta H0是大於0的時候 如果這一項大於0 那這一個就是小於0 斜律就變成是負的 就會往下 好 那斜律 一樣是負H0除以R 只是說這個情況 如果斜律是負的的時候 表示的是Delta H0 是大於0的 也就是是一個吸熱的反應 那斜律還是一樣 Delta H0除以R 好 所以 從這一個 這個式子 你覺得它有什麼用 對 算Delta H0 跟Delta S0 好 就是你知道一個反應 某一個反應是 它的K值的時候 那你取它的Natural Lock 然後去量它在不同的 去取它 在不同的溫度下的時候 跟K跟T分之一 做圖的時候 你就可以 藉由斜律跟 擷具 你得出來的值 去反推回 Delta H0 以及Delta S0 這兩個重要的熱力學參數 好 好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從宏觀 我們實驗上面 能夠去測量得到的 比如說溫度 好 還有K值 你就可以把它 所涉及到的寒 還有傷 標準寒 標準傷都求出來 好 重要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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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經過這個式子 你只要去得到斜律以及擷具 重量的熱力學性質 包括了 entropy 標準的狀態下 entropy change and entropy change 就可以去計算出來了 好 那 還有一個 這個式子還可以有另外一種用法 去算出在不同的溫度的時候 的 的 平衡常數K值 怎麼做 好 一個反應 一個化學反應喔 它的標準含 entropy change 會不會隨著溫度改變 不會嘛 不會對不對 因為它已經告訴你 它是在標準狀態下的entropy 所以它是一個定值 它不會隨著溫度改變的 好 那 一樣的 在標準狀態下的entropy change 會不會隨著溫度改變 也不會 也是定值 對不對 那現在 所以這邊這個式子裡面的變數是什麼 都一樣 就在某一個特定溫度的時候 比如說現在是T1好了 在某一個溫度 T1的溫度下 那麼它的平衡常數是K1 OK 那 在另外一個溫度 比如說K2 在T2下 T2的時候平衡常數會變 對不對 我們現在假設它叫K2好了 好 好 在不同溫度的時候 平衡常數會改變 OK 那你這兩個式子來相減 相減 相減看看 K2-K1 那會變成什麼 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T2-K1 然後 D2-K1 D2-K1 然後 然後 那邊呢 會被消掉了 對不對 好 好 那你這邊 那你這邊你還可以再整理一下 這邊的相減 可以把它 合併起來變成 Nature Log裡面的相處 好 好 那從這一個式子 你覺得它有什麼用 這一個式子 你覺得你可以怎麼去運用 你如果一個化學反應是 你知道了這個 Delta H0 好 或者是說你知道了其中 在某一個溫度下的時候 它的平衡常數 比如說K1好了 那你就可以去推出 它在另外一個溫度的時候的 平衡常數 K2 OK 也就是說你只要知道 這一個反應 它的標準函的變化 只要知道這一個數 這一個的數值 然後你就可以去回 推 其中 如果你K1已經知道 在某一個溫度下的 平衡常數 已經知道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去推出 在另外一個溫度的時候 它的平衡常數 會怎麼改變 好 然後 這個變化 我們剛剛說了 是看情況 對不對 所以你想 從這四值看起來 它應該是看什麼情況 不同的化學反應的時候 這個值就會不一樣 對不對 好 而且它的正負號也會不一樣 就會去影響到 你現在溫度升高的時候 它的K值是變大變小 好 好 OK 那這個式子 因為是一個科學家 叫做 Venthoff 凡特和福的人 推導 Derive出來的 所以這個式子有一個名稱 叫做 Venthoff equation 但是 你知道就好 不用去死記這個 這個式子到底什麼式 但是它這個式子背後 代表的物理意義 還有你可以怎麼去運用這個 你要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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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個特定化學反應 Enthropy Change 在標準狀態下是知道的的時候 那這個反應是它的平衡常數 隨著溫度的變化 就可以去計算出來 那當然也可以反過來 如果說它給你現在這個化學反應是 在不同的溫度下平衡常數的時候 你也可以根據這個 把Delta H0求出來 好 這之間的呢 有interplay 好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的例子好了 來我們看課本 我們上禮拜講的是 10之10這邊 Dependence of free energy on pressure 那pressure從這邊推導出一個化學反應 它的Q跟K 以及它如何決定一個化學反應的方向 怎麼進行 這之間的分析 然後現在再翻過來看 The free energy and the equilibrium 這一樣 這個是上一節那邊衍生過來的 然後現在帶大家看 452頁 452頁是The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K The equilibrium constant 好 勒沙特列原理它是定性的 教我們怎麼去判斷一個反應 反應要往哪邊走 那從定量的話 要從熱力學這邊來 就是我們剛剛推導出來這個式子 黑板上的 插掉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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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個NK對七分之一做圖的這個式子 然後453頁 然後453頁 這邊 這個Menthoff speed equation 就是黑板上這裡 就是藉由我剛剛這裡推演出來 兩個聯力之後 你就可以去求出一個化學式它的 一個化學反應 它在不同溫度的時候 那個平衡常速要有改變 那我們來看一下課本的例題 10至15的一個例題 來看 The value of Kp 在900K的時候是3.7等到10的負6 For ammonium synthesis reaction Assuming the value of enthalpy change for this reaction is minus 92 Kelvin 給你Delta H0 Take away the value of Kp at 550 Kelvin 在550K的時候 那就這個簡單嘛 你就試著帶進去就可以了 現在你知道這個式子怎麼用的話 你Delta H0屏幕裡直接給我 所以你這邊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在計算的時候 不要按錯計算機就可以 就沒有什麼問題 帶進去 直接帶式子進去 然後T1 T2 你帶分別帶那個900K跟550K帶進去 你就可以去求出來 Len K-4.8 所以K柱就求出來是8.2 乘上10的負3 所以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這一個式子從550K 從900K好了 從900K到550K 它的K怎麼變化 變大變小 本來是3.7 只要10的負6 在900K的時候 然後呢 現在到了550K的時候 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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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變大 那因為這是一個什麼反應 嗯 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好 放熱反應 那所以放熱反應 你溫度變小的時候 它會favor反應往哪邊走 想一下 你回想一下勒沙特利的原理 對於一個放熱反應 你溫度下降的時候 它會傾向於讓化學反應往右 比較favor往右進行 還是往左進行 往右進行嘛 那所以從這邊 這是我們定量上面去判斷的 病性嘛 病性 就是A 如果加B 然後變成C加B 然後放熱的話 表示你熱要寫在 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嘛 比如說加熱 熱我們說Q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現在溫度降低的時候 等於這邊 這邊的factor變小 所以它會往右走 這是勒沙特利的原理 叫我們定性的去判斷 它怎麼 反應怎麼走的 的流向 對不對 那你從這個式子的計算 你實際上去看出來 對於這一個 是放熱反應來講 溫度從900K到550K 溫度下降的時候 K值的變化 K到底變了多少 以前勒沙特利原理從外 沒有告訴我們說 它往這邊變 但是K值變多少 或者說free energy變多少 這個定量的 要從這個式子這邊來 從熱力學這邊來 你現在就可以藉由這個式子 實際上去算出來 900K到550K的時候 它的K值從3.7乘10-6 到變成8.2乘10-3 差了將近3個數量值 有沒有 好 超過3個數量值 從10-6現在變到10-3四方 對 好 好 So notice that the value of K increase as the temperature decrease as the temperature decrease as the extent of the fluid exo-thermic reaction 所以這裏 我剛剛跟大家提的 你除了從這個式子 你可以去判斷出來 它可以怎麼反應 你也可以去 你也可以從它是一個吸的 來放熱 來決定你升溫或是降溫的時候 它可以只是變大還是變小 OK 好 是由ENSOPE 去判斷它是C二方的來決定 好 所以 這個H還蠻好用的 好 然後 它有兩個部分 好 基石上這邊有兩個部分 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講了 Free Energy 它的定義 它的名稱到底怎麼來的 為什麼Free Energy之所以叫做Free Energy 為什麼叫自由能 跟什麼的自由有關 猜猜看好了 有講真打 啊 什麼 跟 有的說電子 對不對 跟電子有關 為什麼自由能叫做自由能 啊 跟能量 啊 跟能量有關 對 答對了一點 跟能量有關 那跟什麼樣的能量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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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是出現 可以使用的能量 可以使用的能量 因為我們說了嘛 在物質界 其實能量 就等於是他們的那個Money 他們的資產 你有多少能量 你可以做多少事 但是財產有分成動產 又不動產 對不對 動產 你不是隨便可以運用的 但是 不動產 你不是隨便可以運用 但是動產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運用 對不對 那 自由能 它的那個概念也是這樣子來的 就是 這個System 它可以自由運用 來做工的能量 可以用來做事情 那個事情就是工 做工 被free 被free用來做工的 一種能量的形式 看它有多少 所以這個是自由能 它的定義 是這樣子 free energy the energy free to do work free to do work 所以叫做自由 好 那我們怎麼去證明這件事情 這邊越來越進到 free energy的核心 好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知道一個反應它到底是不是自發的過程 跟 蛤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自發過程跟 跟 自由能之間有什麼關係 DELTA G小於0 的時候 它是一個自發 那從實際的角度來看的話 DELTA G 它就是我剛剛說了 它是一個做工的能力 而且是它可以自由做工的能力 好 欸你們以前學過電話學嗎? 對電池跟電解 欸有學過嘛 它什麼是自發 什麼是非自發 電池是自發還是非自發 對 對 因為跟DELTA G有關 因為跟DELTA G有關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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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個 先開中名義 破題 就是 Delta G 喔 是它能夠使用自由運用的 那就是有用的工 the maximum 有用的工 有一些是沒有用的工 那就是做白工 the free energy means the energy free to do useful work 可以靈活運用的能量 那以物質界來講能量就是它的這個資產 而且是資產裡面的動產的那個部分 好 我們到目前在講工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這講這之前 都還是說PV工 壓榮工對不對 PV工 但是工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形式 比如說做電工 對 電工 電工 好 你想一下PV工它是有用的工還是沒用的工 PV工 PV工 沒用的工 因為或者是說它已經明華有 它這個工就是已經拿來去做 做壓縮膨脹氣體的這件事情了 所以它已經被指定 它就不能再把這個工拿去做其他的事情 好 就是壓榮工 PV工 它已經去拿來做 它已經去拿來做 把這個 gas 膨脹 或者expansion 或是 compression 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已經有指定的用途了 那既然已經指定用途 你就不能自由去運用了 這樣明白嗎 明白 好 所以 PV工 是跟那個氣體膨脹壓縮有關 所以 我們如果考慮PV工的話 它屬於這種沒有用的 Useless work 好 那PV工我們之前說的就是-Pdelta V 對吧 -Pdelta V是壓榮工的形式 那至於為什麼負號 我們那時候已經解釋過了 這個涉及到是系統對外界做工 或者是反過來還是說外界對系統做工 那如果是膨脹的話是誰對誰做工 是系統對外界 所以是復工嘛 那如果壓縮就是外界對系統 所以是 這邊是變小的話 前面一個負號它就是正工 好 這邊OK齁 好 那這邊我們如果說現在先考慮在常溫常壓 常壓下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的時候 Delta E 是什麼 Delta E 是什麼 內能變化 等於什麼 Q加W 你回歸到它最原始的 一開始定義的時候 就是 Q 加 W 對不對 那因為在定壓下 所以我們可以這邊 denote 一下 它是 QP 好 加 W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要把所有的公的形式 有用的還是沒用的 都是屬於公嘛 好 所以我們把公這邊 再把它衍生 從那邊來的 或者是你這邊要再寫一次 也可以 不厭其煩 好 那再繼續 entropy 的定義是什麼 entropy Δ1 加 蛤? PΔV 對不對 你現在是在定壓 所以這個是 constant 所以是加 PΔV 或者是如果你不確定 那個壓力不見得是固定的話 就是ΔPV 因為從一開始 H 定義成這個 從它的原始的定義來的 那所以 ΔH 等於這個加這個 ΔE 這邊 我們是不是用 新的方式來描述它了 ΔE等於這個嗎 帶進來 ΔE 帶進來 所以等於 QP 加 W R4 對不對 現在ΔE 是這個 是這一個 是這一個 帶進來這邊 所以就變成 QP 加 Useful 跟Useless 的Work 然後後面繼續造鈔 好 這個是ΔH 好 那有沒有發現什麼事 這邊可以消掉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對ΔH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是QP 加上 Useful work 欸這個跟我們之前講 ΔH等於QP有沒有互相比觸 有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蛤 因為你記不記得我們在講 那時候我們也花了不少時間 跟大家講解 為什麼 Esofee change 等於QP嘛 那那個時候你記得嗎 我們說了 當只有 鴨融工 Is allowed的時候 當只有 PV work Is allowed的時候 你回去看筆記 好那時候我們有說 如果只有那種工的形式的時候 那Esofee change就等於QP 但是如果現在我們考慮其他種 可以用的 可用的工的形式的時候 的時候 那ΔH就等於QP加上這個 好 所以回顧一下 如果是只有PV work Is allowed的時候 也就是沒有其他 Useful work的形式存在的時候 那麼 ΔH是QP的 好 好 那這邊OK 這裡 這件事情 好ΔH 那它跟ΔG 又可以怎麼relate上 因為我們中規 我們其實是為了要去解釋ΔG 它就是 Useful work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relate起來 ΔH跟ΔG之間有什麼關係 我們既然要relate起來 就要去想它們這之間的關聯性 那所以ΔG 跟ΔH之間差什麼 -TΔS 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 我們知道ΔH是這個 再進去 OK 好 所以這個帶進去 ΔG變成是這樣子 好 欸 那你再看看 還有什麼地方 你可以在manipulate 做手腳的 蛤 這兩者之間有沒有關聯 這兩者 QP跟ΔTΔS之間有沒有關聯 喔 有齁 如果 我們現在先考慮一下 是一個可逆好了 For reversible 的 process 這邊繼續齁 好 記得 還記得 delta s 它的宏觀的定義嗎 T分之Q Reversible 对不对 好 所以 从宏观上面 如果说 它是等于标台S T分之Q的 QP Reversible的话 那你把它倚上一下 QP其实就是T delta S QP就是T delta S 那么 这边Delta G的话呢 既然这个是 是T delta S 所以这边 我们验证了 就是QP 因为等于T delta S T delta S 所以这边又可以消掉了 T delta S 这边是负T delta S 相消了之后 Free energy Change 等于 Useful work 而且如果这是一个Reversible的Process的话 那么Useful work 就是它的最大值 是不是Maximum 我们之前有推导给大家看过 有算给大家看过 这个Maximum 不是你先不说它是Maximum 反正它就是 它的有用的功 所以这个来龙去脉 其实还蛮简单 你只要思绪清楚 你有Follow它每一个 每一个步骤 它怎么去流转 怎么变的 这个其实 就还蛮简单的 可以水到取成 所以我们一开始 在介绍热力学的时候 就讲过 热力学它在讨论的 就是不同的形式的能量 它这之间怎么去流转 Maximum 有这边我们课本这里有提到过 记不记得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那个砝码 分一步两步 四步六步 无穷多步的 干嘛你要跳我一步两步 记得嘛 那如果是无穷多步的时候 才是可逆 才是reversible 如果不记得的话 来复习一下 回到那个 一步两步那边在第几页 是在十字二这边 的这一节 然后最后的结果 整理在table十字三这里 四百二十五页 四百二十五页 好那个绝对值 你如果去看绝对值的话 有没有它只有在无穷多步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那个 Maximum 你看到四百二十六页这边 从这一个系列 你它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 就是 the maximum work obtainable from the gas occurs when the expansion is carried out reversibly 就是当这个 compression 它是用 以无穷多步的形式 它才是可逆的 可逆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 所做的功 才是最大的功 the maximum的功 但是我们那时候也说了 这个是一个ideal的情况 就是无穷多步 reversible 是不可能在实际的世界里面发生的 所有的过程 即使你从系统来看 好像是回到最初的状态 但是其实它的surrounding 也已经改变了 所以 从系统来看 它好像是原来的状态 但是系 它的surrounding 它的周遭 已经不是原来的周遭了 所以 所有的 真实世界里的过程 都是不可逆的 无穷多步跟可逆 无穷多步跟可逆 就只有它 它每一步 无穷多步就是 它每一步的变化 都很小很小 infinately small的时候 它才能够回到原来的状态 它才能够是可逆 如果它是有限的步数的时候 是不可逆的 是不可逆的 只有无穷多步小步的时候 它才能够用微积分的方式处理 但是finite的时候的话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举例吗 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这个部分 有一点印象模糊的话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回来看一下 好 好 好 不是 我们等一下把本来应该 今天要上的先上完 然后有时间再回来自己看 休息一下 先消化吸收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杨栋梁